今天是大年三十 我赖雨生存的超市关门了 这街道上很多商铺都关门了 让我吃饭产生了困境 这一家每一家也关门了 我还挺喜欢里面的收银员 我还没有见一面 他就走了 这附近的OPPO也关门了 以前这个街道上的人很多 现在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徘徊片刻 悉数的人影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这是打桌球的 这也是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 喜洋洋便利店的老板娘也回家了 这个老板娘长得很漂亮 之前我整天坐在这个地方 现在她要把椅子给收走了 回家过年了 想一想时间过得真快 以前这地方有两张椅子 我每天都在这个地方蹭WiFi 每天都看看老板娘 这边清一色的都关没了 买化妆品 当然我是不需要的 但是呢 总感觉冷冷清清的 看来东莞城中村的确是外来人口居多 可能过完年之后 这个地方又热闹起来了 不过我快离开了 四万圈都是工厂 我不喜欢这地方 这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给人家参加护院 这个电子厂也已经放假了 这地方没有人了 这是我们工厂的便利店 现在连食堂都歇业了 便利店更不要说了 这是我们放碗筷的架子 平常自带 这是电灯厂车间的出入口 因为放假了也都关闭了 平常是周日关闭 这是厂门口 放了炮仗 还挺热闹的 我现在把碗筷给拿回去了 这是街道上为数不多的商家了 放鞭炮庆祝一下